我2012年到自贡时,人口正在大量流失,户籍人口327万,常住人口仅277万,流失了50万年轻人。 自贡的十四五计划里,还在讨论将锅炉、无人机、阀门制造几大机械制造,以及新材料打造成两大千亿级产业。 处在新劳工业的交替阶段,短期内是很难追上宜宾与绵羊,要回到省内第三遥遥无期。 我是从宜宾打第一区的自贡,到达自贡向导约定的地点时,对方还没有出现,我便在成心河边的山树下酷等。 那天温度宜人,阳光微甜,私下里心平一静,只听到公共汽车的行驶声和河水轻轻拍打岸边的哗哗声。 顺着街边台阶望向河岸,我见到一位老人正在一个尼姑的陪同下,一边念着佛经,一边使手机录着视频, 在那儿放声小鱼。当我的视线落在那条清澈的河流时,多年调研形成的条件反射, 使我第一反应是看手机地图里这条河流向哪里。 当我顺着地图上河流的走向找到终点时,发现这条辅西河只是陀江一条不起眼的小支流。 这样一条仅190公里长,平均年净流总量仅为5.88亿立方米的小河流。 莫说在四川,在陀江的支流里也是不起眼的。 我又迅速查阅了一下自贡周围的地理环境,发现这里完全谈不上什么交通优势。 那自贡怎么在四川还有着这么大的名气呢? 因为盐。 迟到了半个小时的向导,终于赶到现场。 面对我的第一个问题,干净利落地做出了回答。 自贡是一座因为盐历而建立起来的城市。 它其实还十分年轻,1939年才正式建厂。 在这之前,它分属于自流景线城属和供景线城属。 这块地从2000年前东汉时就发现有盐井,一直靠挖盐吃饭。 明家境时遭了380盐盐井,景造兴罗旗部,天车,林寺之笔。 到乾隆年间共有424盐盐井,年产盐达1800万公斤。 从内陆地区生产食盐,其产量和成本都远不如海盐。 自贡的盐还算重要,但只能影响周边湖北、贵州、云南小片区域,在全国并不太重要。 而两次波及全国的战争,意外拔高了自贡盐业的重要性。 一次是太平天国,达到南京后,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线。 淮盐运不到湖南湖北,清政府允许川盐帮衬我们湖南湖北人。 自贡这块搞盐的人数猛增到三四十万。 有盐井1700多家,各个发了大财。 这些盐业家族少则有十万两白银资产,多则有百万两白银资产。 并形成自贡第一代,王三卫堂、李四有堂、胡慎一堂、盐贵新堂四大家族,把控了百分之二十的盐井。 另一次是日扣侵华,海盐无法从东部运到内陆。 湖南湖北人民吃菜又淡出个鸟来,军队也要吃盐才有力气打仗,又叫自贡来救急。 自贡这边年产盐达到了24.5万吨的高峰,盐税收入年均三千万元以上,最高峰时达到了五千万元,盐税占到了全省的百分之八十。 因为有经济实力撑腰,自贡要求单独设施。 1939年9月,我们今天看到的自贡市便成立了。 这次红利期是自贡诞生了穷苦出身的熊、猴、罗、罗、新四大家族。 这批新贵都是从警造学徒开始干,抓住机会一把翻身,因为活在民国年间,新四大家族留下了大量照片给后人。 抗战期间,穷到钱的自贡人给前线捐了1.2亿元,个人捐款超十万元以上的达到了一百人,金戒指捐了八百多个。 把来号召捐款的冯玉祥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 1943年,铁路工人最高工资是120元,十万元是一个高级工人约一百年的工资, 大概相当于2022年500到1000万人民币的样子,确实很有钱。 那这时候,老四大家族哪去了呢?基本都因为得罪了官府,自己家挥霍无度,家族内部腐败,贪图享乐等原因,在辛亥革命前全部倒下了。 这世上没有哪个家族能吃一辈子的红利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宿命。 一大波一大波的盐伤出现,是自贡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城市文化,显得十分鲜活有趣。 自贡的盐当时要供全国十分之一的人使用,运出去80%走水运, 从釜溪河入陀江,再经长江运到全国各地。 但釜溪河有部分河道水急浪涌,还十分狭窄,经常发生堵船事故。 为了适应釜溪河,自贡人造出了只有当地才有的歪脑科船,学名叫鲁船。 这种船能装450包盐,大约十万斤上下。 船头统一,从右向左歪,是船在激流中行驶时,不会向右歪到相对而来的航道上去。 不论上行还是下行,一律走左手,不会发生堵船事故。 釜溪河雨季水满,冬春有一段枯水季,船只装满盐后无法航行, 自贡人便在王爷庙下游建兰河坝,将釜溪河水蓄起来, 得到征域统一放水,会搞一个放水节。 无数弯脑科船在锣鼓声里,在这食盐奔游而下, 一气冲破60公里,一天便直入沱江。 弯脑科船放水节都源自自贡的盐,但现在都没有了, 自贡的饮食,花灯,老宅,却还一直留到了现在。 我去自贡时,像导带我吃的是街边大排档一样的冷吃兔,冷吃牛肉。 我吃了几口,感觉从口感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 根据这些年的调研经验,我意识到当地食物和工作生活环境密切相关。 第一反应是,当年盐工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很热? 一查,果然烧盐工人要常常在灶上煮盐, 每天跟烈火作伴,所以都矜持着上身,困急了就在木板上倒头就睡。 人力体鲁的盐工甚至有些是全身赤裸之工作。 我翻了翻1938年孙明京在盐井现场拍下来的照片, 盐工最多穿两块布盖住四处,那都不能叫内裤, 真的是很随意的两块布。 但盐工们又跟别的行业工人饿得经瘦经瘦不同, 个个极健壮,身上肌肉线条好像从健身房练了几年出来, 一看就吃得很好,还是跟盐也有关系。 采盐过程中,脊卤运输都需要大量使用牛来替代工人。 自贡盐厂鼎盛时,有十万头牛在上班, 推卤类似的牛东家攒了后便分给工人吃。 盐压工人吃饱后又保持常年劳作, 才形成独特的健美身形。 盐井和河流的共同作用使自贡形成山小牛屎多, 鸡短牛肉多,河小盐船多, 鹿窄轿轿子多的特殊生活情景。 自贡除了牛肉好,羊肉也好, 但自贡的羊并不是四川本地产的。 使自贡人最先开采盐井时, 有技术没资金去找陕西和山西富商过来投资, 陕西和山西有钱人带过来的。 他们带钱带羊过来, 教会了自贡人几十种全羊做法。 加上各地名厨过来伺候这些盐商, 最终形成了自贡美食的小盒帮, 就是传说中的盐帮菜。 来自自贡以水煮牛肉, 粉蒸牛肉,冷吃兔, 宰浆跳跳蛙为代表的小盒帮, 以及来自成都以公保鸡丁, 夫妻废片,回锅肉, 麻婆豆腐为代表的上盒帮, 以及来自重庆以酸菜鱼, 辣子鸡,登饮牛肉, 泡浇鸡杂为代表的下盒帮, 三大派系最终形成了川菜。 自贡虽然是个小城, 但景岩带来财富, 财富衍生文化, 所以我才会特意画一个章节来介绍他。 阎生除了吃, 就讲究住和玩, 住的方面, 留下了瑜伽公馆, 王家大院, 张家花园, 胡园和宅院等等老宅子。 玩的方面, 自贡自国有灯会, 每年春节, 阎生为了秀自己家财力, 汇取着写有自家名字的大灯笼, 在灯会开路, 搞大游行, 赛花灯, 使自贡灯会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写到这里时, 大家有没有发现, 自贡跟我去年写过的扬州 特别像。 是的, 自贡就是一个小型版的扬州, 同样因为延夜发达, 同样是延商搞出了一堆吃喝玩乐的东西, 影响至今。 但自贡明显没有扬州付, 所以不管是宅子, 饮食, 玩物, 都还没有扬州那么登峰造极。 比如扬州的园林, 远胜自贡的宅院, 比如扬州最有名的奢侈品, 扬州寿马, 这是扬州延商眼里的顶级玩物, 自贡延商还没有付到弄出这么多花样, 扬州胜过自贡, 本质上是海盐胜过了井盐, 自贡延业的好日子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大致结束了, 毕竟井盐的成本远胜海盐, 抗战一结束, 国民政府就开始打压自贡延业, 扶持沿海延业, 将自贡供应湖南湖北的定额从200万弹压缩到60万弹, 加上民国后期物价飞涨, 逼死了好几个大延商, 产量猛降到过去的10%, 全市事业员工达到1.5万人, 另有一万员工处于半事业, 围绕着盐业的第三产业, 比如搬运工, 小商贩, 手工业者也陆续开始撤离自贡, 建国后自贡的盐业有所回血, 1950年60%盐井恢复生产, 产盐12万吨, 1955年产盐40万吨, 税收3500万, 不过全国产盐也陆续追了上来, 比起巅峰时期供应大半个中国的盛景, 现在自贡的产盐量已越来越不重要, 2021年中国产原盐5000多万吨, 四川全省产盐500多万吨, 自贡这么多年过去了, 产盐仅有55万吨, 占全国1%左右, 这块经济支柱算是彻底塌了, 之后自贡经济荒芜了好长一段时间, 一直到1964年搬来了东方锅炉厂, 硬制合金厂, 华西能源, 陈光化工, 长征机床厂等22家单位, 并配套了自贡高压容器厂, 自贡标准建厂, 14家直属企业, 十四贡从单一的盐化工, 走向了机械加化工同步发展, 在这段时间里, 小小的自贡曾长期排名在成都和重庆之后, 处四川第三名, 也过了一段好日子, 之后的剧本全国统一, 从1980年代末开始, 三线企业陆续走下坡路, 自贡延业也连亏八年, 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从全省第三调到第八, 各企校见识不妙开始从自贡逃离, 东方锅炉厂迁到了德阳, 四川理工学院迁到了宜宾, 川西南矿区迁到了卢州, 当年化工兴盛之时, 自贡招商了好一批企业, 当我在工业园转用时, 发现近半企业既没有开工也没有人烟, 据说是化工口利空, 加上自贡本来也没有地理优势, 纷纷撤走了, 我2022年到自贡时, 人口正在大量流失, 户籍人口327万, 常住人口仅277万, 流失了50万年轻人, 自贡的十四五计划里, 还在讨论将锅炉, 无人机, 阀门制造几大机械制造, 以及新材料打造成两大千亿级产业, 处在新劳工业的交替阶段, 短期内是很难追上宜宾与绵羊, 要回到省内第三遥遥无期, 自贡曾深深影响过四川的经济人文, 虽然现在一般毕竟祖上阔过, 还是值得我们单独拉出来一个篇章, 和大家细细聊一聊它, 自贡已是一个平和宁静的小城, 随着炎夜的红利消失, 加上只从属于驼江的寻常之流, 交通并没有什么优势, 他回到了正常的经济位置, 那曾经辉煌的炎井, 卤船, 光着膀子的炎工, 漂亮的延商宅院都随着釜西河缓缓而去, 当我们从南至北逛完了潘枝花, 宜宾, 卢州, 自贡四座城市后, 本应该北上绵羊和德阳, 讲一讲这两座纯齿相依的城市, 但我想稍稍在中途做一下停留, 简单地对川西和川东北做一下介绍, 四川当前按经济情况的不同, 被划分成了五大板块, 分别是川西区、大成都区、潘西区、川南区、川东北区, 我这篇文章指重点讲述大成都区、潘西区、川南区, 略讲川西与川东北, 川西这一块属于高原地区, 跟传统的四川盆地在地形上完全相反, 左面积有23.6万平方公里, 都是高山草地, 占到整个四川48.6万平方公里的近一半, 川西地形上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, 实际上也一直归青藏高原统一的行政机构馆, 到袁末时朱元璋起家, 本来只想拿下元南宋的疆土, 没想到打猛了,地域越打越宽, 对其他地区也渐渐有了胃口, 1369年派人招服西藏的帕竹王朝, 帕竹王朝先没敢作声, 想观看一下, 第二年明朝把不听话的甘肃摁在地上猛揍了一顿, 吓得周边宣卫使纷纷任干爹, 帕竹王朝也怕被打赶紧认爹, 大明见对方石像, 另认为直接管理没什么收益, 就给对方册封, 不派军队驻扎, 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其实是有名无实, 蒙古建明朝不怎么搭理青藏地区, 就从甘肃绕过去, 花了上百年时间, 实际用武力控制了青藏, 1723年, 青朝搞定了一场叛乱后, 才慢吞吞地完成了对青藏的统治, 这次吸取明朝的教训, 防止叛乱再次发生, 雍正才第一次将西川地区划入四川管辖, 我个人认为, 四川盆地加汉中地区, 是我们几千年认知的文化上的四川, 但出于管理和制衡的原因, 今天的四川省少了汉中, 多了西川和潘西, 全国许多省份都形成犬牙交错的地理格局, 都是为了防范地方格局, 把西川划入四川, 是雍正牢牢控制整片青藏高原的政治技巧, 当时青人入藏都是从四川到打剑炉, 再走北中南三条线进藏区, 将西川划入四川后, 青军可以大量驻守在打剑炉区域, 并获得成都过来的补给, 同时守卫了进藏路线, 这样就能有效制衡青藏, 也不用青军深入高原, 去适应当地气候。 民国时为了建设好重庆大后方, 虚弱土司势力, 抗战中期曾临时建西康省, 包含了西川和藏区部分, 但这个省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, 就没必要单独化出来, 新中国又取消了。 川西平均海拔三千米, 天气寒冷, 土地呈酸性, 缺磷, 肥力低, 没法种经济作物, 人口稀少, 阿坝州与甘兹州加起来仅两百万人, 这么大地方, 人口只相当于深圳一个福田区, 不适合发展经济, 因此叫生态师范区。 大家只要看到一个大区域写上生态两个字, 就表明这地方经济不发达, 主要搞环保都不是我们介绍的重点。